哈佛少女慢慢走下神坛 20年前中国家长们推崇的天才少女刘怡婷 如今已经让中国家长看清了什么呢 刘怡婷初代留学网红 鸡娃式教育鼻祖 1999年很多人还没有电脑的十年代 一个小女孩居然凭自己的申请 考上了全奖哈佛 天才呀 当时大小媒体争相报道 她的故事是更是给无数中国父母 打了一针强心剂 让他们看到了培养孩子的无限可能 写信打电话 是将这个哈佛女孩的培养秘籍搞到手 刘怡婷的父母也借此机会 写了一本家庭教育宝典 哈佛女孩刘怡婷素质培养即时 销量260多万 据说比哈利波特还要高 书里刘妈妈将教育女孩的全过程 做了详细描述 从科学饮食到阅读读 到价值引导都做了具体的方法 那方法是精彩封成 效果也尽如人意 总而言之 一句话令人不适 刘怡婷从出生开始 就是奔着天才培养的 科学未养是基础 母乳要精确到豪生 遵照发育表来添加福祉 为了让女儿成为天才 做母亲的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 比如对女儿灌输饮食科学的重要性 把食物封成果蔬 蛋白质等大类 在阅读方面 刘妈常一边和女儿看着漫画 说一边表示遵照女儿的爱好 一边灌输书中的故事 对白简单 格调不高 鼓励孩子树立远大的志向 与孩子一起嘲笑言情小说中的 缠绵翡色和情歌当中的风花雪月 他长期关注孩子的精神世界和思想动态 鼓励孩子从小写日记并分享给父母 在刘爸刘妈教育中 最出名的就是捏兵训练 一些80后90后可能体验过 手握一块兵坚持15分钟 据说是刘玉婷 他爸为了培养刘玉婷 意志力发明的 另外为了杜绝早恋 刘爸刘妈严禁他穿花哨的衣服 发型务必干净利落 并对他班上的每一个男同学 平等对待保持距离 从高一开始 刘玉婷就成了中国父母 最喜欢的别人家的孩子 他对爱情毫无兴趣 对疫情全无信任 没有任何身份可疑的朋友 不追星不迷恋影视作品和流行音乐 穿朴素的衣服 看饭前的口头语 是我今天吃什么蛋白质 喜欢主动和父母亲分享自己的日记 当刘妈妈将以上所有的教育成果 分享到书中 中国家长老师是疯狂的效仿 据说那个时候 有限中学里面 班主任为了让孩子不骄傲 连话术都改成了 你比刘玉婷差远了 那么一转眼 二十多年过去了 天才刘玉婷的人生轨距 是怎么样的呢 在哈佛那会儿 他继续刻苦学习 攻读经济 偶尔接受中国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东西 哈佛毕业了 他去波士顿咨询 应聘了第一份工作 不过工作时间不长 第二份工作 他去了百事 也没做多长时间 后来他又申请了哈佛商学院 被拒之后 觉得自己不适合打工 他就开了一家公司 也是惨淡舒畅 现在中国的父母们 看到他嫁了个胖老外的照片 也是有点唏嘘 原来当初光芒四射的天才少女 到头来也是要回归平常生活的 而言之 刘玉婷也就是一般的留学生 刘玉婷时代 中国父母普遍缺少鸡娃意识 可是呢 放眼今天 中国家长提倡素质教育 精英教育 一岁能游泳三岁能认字 四岁被堂食 孩子一点不如人 父母就无限焦虑 生怕孩子以后走不上 那人生巅峰 而实际上 根据业鲁大学研究 鸡娃鸡的好的效果 也不过就是当一名赚钱 超过普通中产的精英 那么这种精英 每天忙着工作 没有时间吃饭睡觉 这真的是父母想给孩子的未来吗 其实只有资本笑到了最后 煽动焦虑 再通过补习 让父母认同成功的单一性和唯一途径 再通过补习班 教育书籍 讲座 获取暴力 但是这些事 说开了 他也没啥办法 如果一个班级30个孩子 29个都是刘玉婷 那不当刘玉婷 那他一个孩子 八成也是下场很惨淡 其实当刘玉婷也不错 他定然也有着自己的幸福 他不过是童年过得严谨了一些 放弃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快乐 但是只有一次的人生快乐 真的无关紧要吗 我不想让父母们去鸡娃 或者不鸡娃 我真的是希望鸡娃经济之下 父母们都能想清楚 以后孩子长大了 他们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 也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够看到圆满的人生